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我们这一次主要的上课的内容是说明耶稷门开前显示 那么这课的重点是说明什么是佛陀的智慧 那么法华经把佛陀的智慧分成全法庙、十法庙、全时不恶 那么什么是全法呢? 全法就是在阴言上的修正 佛陀为了满足众生的根基 他开出了五寸的法门 各取所需 你喜欢追求快乐 你喜欢追求寂静 你喜欢追求功德 佛陀用五寸的法门满足众生在阴言上的需求 同时佛陀也讲述了十法 就是真主的安住 那么从法华经的意思就是说 阴言的修正跟真主的安住 它是互含互设的 就是说当你在阴言上修正的时候 是有助于你的安住 那么当你对真主的安住 当然它也助于你的阴言的修正 这两个法门是互相支柱的 那么为了讲这个道理呢 佛陀在经文当中讲出了三品 辟一品、信节品跟药草一品 说明这个全死不恶 那么辟一品的核心思想 主要是要强调佛陀的大悲的善巧 我们看辟一品 一开始佛陀进入三界的时候 三界是一个火宅 就非常不安稳 那么在这不安稳的状态之下 其实佛陀内心的期待 是希望我们马上能够修华音经 从一佛陀的功德 直接进入佛法界 但是众生是排斥的 也不好接受的 所以佛陀马上调整策略 而舍机用车 这个机当然就是一佛陀的功德 这个车就是三秤的教法 就说明佛陀的大悲 他的重点在于善巧 他知道众生是不能改变 众生只能引导 所以佛陀在《华华经》讲出 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说 若但占佛秤 众生莫再苦 不能信事法 那么破法不信雇 罪以善恶道 就是说佛陀是一个大威德的境界 三十二项八十种好 佛为法王 以法自在 但是他不能进入到我们内心 来改变我们 不可能 他知道不可能 就是说佛陀 如果用佛的力量 强迫我们修协的后果就是 罪以善恶道 很多人排斥 毁谤 甚至于修协外道 所以我们看药草异品 佛陀面对我们众生的根基 他的态度就是横顺 横顺众生 因为无量节的生命经验 他已经形成的根基 佛陀必须要尊重我们的过去 作为一个佛陀 他都不能改变我们 这就是为什么 佛陀的大悲的重点 他后面加一个善巧 如果佛陀今天大悲 没有善巧 那现在的佛地 只要少到一大部分 所以我们从药草异品 从这个批语品当中 可以感受到佛陀的大悲 他随时在调整自己的脚步 来满足众生的需求 那么到了性结品 当然是弟子们自己 陈述自己修协的经验 我们从性结品可以看到出来 众生的坚固的执着 生物人最早跟父子相见的时候 是相见于华元史 佛陀将华华金 开选这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庄严 我们跟生物人看到功德庄严 是恐怖几种 害怕逃走 生物人他宁可在贫穷的街巷里面打工 宁可去扫厕所 他也不愿意去接受 佛陀显现的珍宝 所以这种生的执着是非理性的 你说你为什么这样 他就是这样子 没有为什么 为什么极乐世界这么好 你还是选择在轮回 他就是这样 所以众生处处着 引之另得处 就是我们看别人很清楚 但是你自己落在执着的时候 你就是这样子 所以执着只能引导 不能改变 佛陀不断地用方法改变它 好 先满足你 你喜欢做卑贱的工作 我就让你朝厕所 然后慢慢地掌管家务 最后长者富财 所以面对执着 只能够慢慢地改变 就是用引导的方式 我们从信价里看得非常清楚 佛陀只能够等待 刀融 没有其他的方法 那么到了药草一品就清楚了 就全使不饿 讲掉佛法的严容无碍 你不要看佛法表面上 他叫你布施 他叫你实戒 他叫你修宽观 好像跟成佛之道都没什么关系 你错了 佛读的每一个法 就像天上的法语 他同时滋润我们的枝叶花果 你看 今天下了一场雨 草长大了 树也长大了 但是你可曾知道 它的根也长大 就是这个树根 它跟大地更加的坚固地结合在一起 所以佛法在开枪我们的法门的时候 表面上让我们做一些拳法 其实当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 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再回家了 这就是佛法巧妙的地方 就是让你修学而不绝持 所以到了药草一品 就说明了 其实佛陀是非常善用 全法死法的一种相互的操作 那么表面上满足我们的根体 实际上佛陀悄悄地帮我们带回家 这个是佛陀最高明的智慧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问题的回答的第二段 性解品 那么我们这个问题又比较多 所以我们考虑时间的关系 我们把分题分成两类 一个是一般性的问题 一般性的问题我们就回答以后 就不做深入讨论 就知道什么情况就可以了 那么另外一种是属于关键性的问题 我们可以做深入的研讨 关键问题有四题 我到时候会强调 那么第一题就是一般性的问题 好我们先把问题念一遍 一请示师父在心结品中 穷子在华原上闷觉辟地 故而佛陀只能先度跟守的大圣菩萨 环夫二圣如龙如雅 那么这些华原会上的大菩萨 过去生在阴地 是否必须也要经历穷子的自义下列 先三圣的修学 才能在华原时感得佛陀一圣的教授 也就是说佛世界众生 两段式的修学 在十方世界是否具有普遍性 是的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修学 可以说十方诸佛都是从凡夫修上来 没有例外 没有一个人出生就成佛 所以两段式的修学 就是先前法再识法 是通一十方诸佛世界的 这一点在方便品讲得很清楚 佛陀在 释迦牟尼佛在方便品 广以五佛 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 乃至于释迦佛 跟十方诸佛 五佛的说法 没有一尊佛是直接讲死法的 没有 都是先为实施权 再开前显示 那么偶尼大师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 他说 不但是会图 乃至于净土 也都是要两段式 都是要先讲三秤 再回归到一佛秤 那么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我们今天学佛 他是从轮回以后再来学佛的 我们今天不是说 我们今天学佛不是从零开始 不是从真种本性 我们是经过长时间的轮回以后 我们经历过很多的生命经验 我们经过很多的不正确的知见的欣喜 然后才来学佛的 所以 每一个佛弟只是带着妄想执着 在进入佛法的 他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么他以前的妄想执着 他带入佛法 他修学佛法 他当然也带着妄想执着 这不可能马上改变 所以佛陀是先满足众生的需求 什么叫妄想执着呢 简单的说就有所得嘛 这是我们都回到特性嘛 你说这个人为什么喜欢工作 你真的以为他喜欢工作吗 未必 他是透过工作 去唤起他的生命中的快乐 意思 你说我是做义工的 那你起码是追求来生的快乐 你说我来生快乐也不追求 那一定追求成就感 成就感是感受 也是一种追求 凡夫在说佛世界轮回 他就是有所得 这特色 所以他这种心态来到佛教 他也是用有所得 去拜赞 去持戒 去练佛的 所以 一定是先全法 再死法 所以 诸位 你把全十二法的操作 理官的安住 全法的修正 你把它搞清楚 以后 不管你去哪里 不管你去哪里 你去净土也好 你去说佛世界 继续轮回也好 你一定用得到 因为全十二法 在你成佛之前 你一定要面对的 没有例外 你说我到了极乐世界 我就可以直接去入死法 极乐世界是提供一个好的环境 你内心的世界 你还得慢慢改变 所以 华华经的全十二法 是普遍性的 就是 你把这一套的方法 操作学会以后 你以后去哪里 都用得到的 这个是 十方世界 是具有普遍性的 好 这个是华华经的特点 它是通一十方世界 每一尊佛 都是两段式的教授 先前后始 没有例外 好 我们看第二题 第二题是核心的问题 我们可以深度的讨论 二 在性节品中 小圣圣者 以种种批语 自述为小 向大的心路历程 与佛陀的善巧安排 这对大圣的修行人 佛陀的布局为何 若以性节品 预说的方式 大圣行者 回家成佛的过程为何 大圣的行者的回家的过程 我们看副表第十七 来用副表十七来说明 佛教的四种因缘观 我们先看小圣是怎么回家的 小圣人 他是要解决生死业力 才回家的 那么 他 也处理心中 所以 佛陀让他回家以后 让他扫厕所 除愤 就是 透过五印生经 来调伏 我们的烦恼跟业力 所以追求烈凡极尽 所以 收了他回家 他的重点在于 处理 就是 灭除罪业 他的灭除生死业力 那么 菩萨是怎么回家 我们看大爷的言词 菩萨 他回家之前 他是有两个特点 他是菩提心 跟空正见 什么叫菩萨 就是他多少 在一年当中 他是开始凶六度 可能他有所偏重 可能重视 不失 持戒 忍入 我的直观 所以 菩萨的回家 跟生物回家 这过程不太一样 生物人 回家的重点 在扫厕所 菩萨回家以后 他第一个 先掌管家务 他不会解决 业力的问题 就是 菩萨的重点 要提供累得 进罪集资 唱尾业障 进罪集资量 他要重点 是创造功德 那么 菩萨一回家以后 他第一件事情就是 佛陀一定 让他先掌管家务 那么 生物人回家 还有一点不太一样 生物人对家的认同 是很薄弱的 我们看 生物人回家以后 他工作的时候 是在家草厕所 你知道他晚上睡哪里 你知道吗 他没睡在家里面 他是指数草庵 生物人不敢在家里面睡觉 他晚上的时候 他在外面盖一个小毛棚 他晚上去那边睡觉 所以他没有在真如安住的 他只是回家 他只是把他打工 他把他当做打工 菩萨一回家 他一定会在家里面睡觉 他对家是认同 所以 菩萨理官的时候 是直通 正念真如 生物人 只能够观照空性 所以 严格来说 生物人 他的回家 他的重点在工作 但是菩萨也有问题 有两个问题 虽然菩萨的回家的级别高一点 他直接掌管教务 但是 他是一个防卫的菩萨 他还是有攀岩心 所以他的心 他会在安住真如 跟心外求跑当中 会不断的流动 一下子 正念墙 他按住真如 他知道无所得 生命的重点在历练 我不可能在今生得到任何东西 人生的目的只是 脱皮六度 选我自信 他认为说 我的帮助别人 其实是帮助自己的 开选自信的功德 他有时候正念现前是这样 但有时候 十两位菩萨你也知道吧 就是心啊 就是不决定 他有时候 一动攀岩的心的时候 他也是心外求法 所以 生物人的回家 是不稳定的 菩萨的回家是不稳定的 这一点比生物人还糟糕 生物人相对稳定 生物人他习诸业务 专心的追求涅槃 虽然他没有回家 但是他厕所每天少 那么菩萨会在回家 跟离家出走中间 会不断的变化 一下子跑掉了 一下子回家了 一下子跑掉了 当然佛陀都包容 佛陀没有任何意见 那么当然 佛法有不可思议的引导力 只要你不放弃 你慢慢慢慢的 你回家的次数 时间就会慢慢的拉长 拉长以后 菩萨最后 他要继承家业 一定有一件事情 他一定要回去 还是要扫厕所 因为生死业力 迟早要了 所以 菩萨他回家以后 他是先掌管家务 因为他以前就是在 在六度里面 他知道这贡德进出 什么东西要利他 什么时候自利 他对珍宝的操作 他没有回家之前 他就是做这事了 所以回家以后 他掌管教一段时间 他迟早还要去 扫一次厕所 可能他扫厕所的时间 会短一点 就是说 菩萨要了生死 他也是要面对 业力的问题 除非 他往生到尽头去 这是一个捷径 他只要不离开捷径 他到了这个 食性位走完以后 食粮位走完 他进入家行位的时候 他就要解决 业力的问题 你这个库房管完 你一定要有段时间 把厕所扫干净 所以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厕所是一定要扫的 是找扫玩扫的问题 扫厕所 跟掌管家务 这两个是一定要做的 当然菩萨 他的智慧高 他的我执法执 如果相对淡薄 他在解决生死 这块会快一点 那么 最后他回去扫完厕所 他就直接入了出地 就进入法界延企 受计作佛 那么这个是菩萨回家的过程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好 这边有没有问题 请说 不慈悲 师父在凡夫菩萨这边 如果我们在细分的话 有人又分类成说 有的人理官特别强 有的人士修又特别强 那是不是师父可以在 批语上面再详加说明 你说理官强的人 士修强的人 他虽然都是菩萨 可是他在回家的过程里面 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谢谢师父 好 请说理官跟士修各有各的专场 理官强的人 我们一般来说叫做自身上菩萨 士修强的人 我们一般叫卑身上菩萨 今天是菩萨有两种 有一种菩萨 他就是喜欢跟众生结缘 他不太喜欢带佛堂里面修旨观的 这种人的确是有 那么士修强的菩萨 他可能在家里面待的时间短一点 短一点 他可能容易心外 因为理官薄弱 是吧 你长时间没有静坐 没有学法华经 他会喜欢跟众生广前善言 积极质量 自卑正上就是这样子吧 所以士修强的菩萨 他可能 不会那么快去找厕所 他在轮回的时间会拖长一点 那理官强的菩萨 他觉得成就功德多少没关系 他会很快会去解决生死业力的问题 他知道轮回的问题要赶快解决 不能拖 所以他可能掌管一段教课以后 他一定要到厕所 去把武艺里面的反导业力 把它解决掉 所以 这个菩萨就有两种了 悲增上自身上 那你厕所不少 他就永远就放在那里 有这样子 有业力的问题 当然 理官强的菩萨 也比较容易往上到十方净土去 那这个时候厕所少不少 就不是问题了 那郡主去 他没有轮回的问题了 他提供了一个很长的寿命 他有佛陀的注释 是吧 他就等于是 我们造一句专业的名字叫做 横超闪界 他是走精进出去了 这叫带业往生 那业一带走 那厕所就不用少了 厕所就不用少 所以 这是个人的选择 当然他也是没有选择 你说你选择 其实你也没得选择 因为你的根基就是这样 你是背增上的 难不成你 你马上背成资增上 你也坐不来 是吧 一天到晚喜欢跟众生结缘的 你说你叫他改 他也改不了 喜欢打坐的 他可能 他发菩提心 不表示他要马上跟众生接触吧 你看菩萨界也讲 我们的三界境界 重点在是断一切恶 是修一切善 菩萨重点在自立 那么在菩萨界里面说 菩萨为了自立 他在修学当中 不想让人家干扰 他可以放弃力他 暂时放弃力他 他可以做如是念 我不是要放弃众生 而是我现在有更多的家行要做 所以菩萨 能够做如是思为 而不伤害菩提心 等我成就道业 再来度化众生 这个是佛陀是在菩萨界 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佛陀对于 施断一切恶 事修一切善 是定得很严格 但是 适度一切众生 佛陀是定得比较宽松 他可以让你用水洗 我看到别人做水洗 不表示我要陀进去 不一定 就是 菩萨可以先思维 我要先解决 我的生死业力 再回入所谱度有去 这个是可以的 所以 这个 自身上李观强 跟别身上四兄强 还不太一样 所以你看菩萨 有些人 有些菩萨 他福报很大 他人员觉得很广 但是他是生死反腐 有些菩萨 世外很高 他是一个圣人 但是没怎么言 他没什么人言 在郭静生就是这么回事 因为他把大部分的时间 用来解决生死问题 他把大部分的时间 用来共同节言 那么诸法因缘生 那就是你的选择 你把时间放在真如 你就要放弃因缘所生法 你把时间用来经营因缘法 你就要放弃真主 防卫的菩萨 你不可能说是 犹如连环不走水 亦如日夜不住空 可能你没有那个本事 所以你要去跟中中结缘 你就要牺牲你的生死问题 就是这样没这么一个情况 好 还没有问题 好 这个问题就过去了 我们看下一个 三 信洁和圣洁的区别 是否在于 圣洁会有更深刻的身体经验 比如说 和其自信 这两句话 一直有一次仔细体会这两句 以加深信洁 然后在心里起活号 有一种特别舒适 仿佛身心都融化的感觉 至少是跟平时 只是嘴上过过不一样 这是否是离安住进一步了 又则我们平时在修持上 应如何加强 弃入使法的因种 我们先把信洁跟圣洁 做一个说明 信洁啊 其实它就是文会 文所神会 它听回以后 它知道这么一回事 但是这个法 并没有在心中 留下一种根 什么叫根 信敬恋定会 这五根不具处 它也顶多也可能就是一个信根 可能连正恋的恋根都不具处 那么圣洁就不一样 圣洁它基本上 它是从信洁 再加上观照 加上发愿 它信洁真理 观照功德 然后发愿成就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 很多人的佛号是停留在信洁 他知道佛号很好 但是他本身没有经过对佛号的功德的思维 而产生坚定的愿力 所以他这个佛号练起来 是很容易被妄想打断的 但是你如果是一种圣洁式的恋佛 它是对信洁的佛号产生 信洁产生 产生观照 产生发愿 这个重点在观照 其实就是你对这个法的深入观照 你看 你看那个 上导大师 他怎么观照 他说 我们怎么对佛号产生 圣洁 就是说 你要观想 我是生死业障 凡夫 无量迭来 没有处理的力量 我自己没有力量解决生死问题 那么阿弥陀佛有四十八页 他一定可以救把我 那么我自己在完全没有力量的情况之下 我只有一个选择 就对阿弥陀佛通神靠道 那么你慢慢的观察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 佛号对你在生命当中是你唯一的救把 这个时候 你会从一种 我想要炼火 而提升到 我一定要练佛 这个是圣洁 你做这件事情有坚固的愿力 那你如果没有愿力的人 反正我有空我就练练佛 没空我就不练佛 所以 他不会把生命当作是一种 当作一种愿望 当作一种使命来完成 所以这个地方产生的力量是薄弱的 其实同一个法门啊 你的心态很重要 你认为这个法对你可有可无 那这是一种力量 你认为这个法是我一定要做的 那又是一种情况 所以 所以 今天 法是无自信的 那么诸法无信 你进水心转 你准备得越好 你像树 你有根 移水下去 你这个树就不断增长 你这个树是没有根的 你就是放在花瓶上 那你这个就是一死的高兴 所以你看有些人练佛 练了一辈子 他来生不一定会练佛 不一定啊 他没有根啊 因为这个佛后没有在心中生根啊 物理在这 他这个佛后就是 他有序号的时候 他刚好身体有病痛 一到障碍 就把佛后来练一练 练完以后 就把它给放 所以 这个佛后在他心中 并没有构成所谓的 一心闺蜜 通生靠导 他跟佛后没有建立一个 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种的来生是不一定会练佛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把佛后的定调式 我生命中唯一的就把 我离开的佛后 我就完 要应关大事的决心说 你就观想我今天离开的佛后 我来生就直接到上和道去了 那你有这种想法的话 那个佛后怎么会 那跟你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了 那这个佛后跟你是有 那个佛后在你心中生根啊 那就是一个善根力的练佛 这个佛后跟你就生生是脱不了关系了 你心中有佛后 佛多心中也有你了 是这么回事吧 所以 你怎么样加强你的善根 信节观照发言 重点在观照 你把佛法听完以后 你有没有深圳的去消化它 然后把这个法 跟你的生命做一个连结 所有的法都要跟你连结 你跟修菩提心也是这样 菩提心再好 如果你认为菩提心跟你没有关系 那他就是他 你就是你 你一定要思维说 我如果不需要菩提心 我就是一个卑贱的众生 我什么都不是 要思维菩提心的功德 说是王子最地 功操群臣 我是一个凡夫 我发了菩提心 我就生长在佛家 你看阿罗汉功德这么大 他带一个弟子 弟子经过这个田园的时候 他看到荣夫的心口 他起了一念的菩提心 阿罗汉马上请他走前面 他的弟子什么事都没有 是一个凡夫 他是一念的菩提心 阿罗汉有神通 马上请他走前面 所以 法门会不会在你心中落根 就是 你一定要把这个法 跟你的生命要结合在一起 我一定 我非常需要它 这个法就会在你心中落根 那你如果这个法门 对你来说 你认为可恶有可无 那这个法就 就轻轻地走你心中走过去 这什么痕距都没有留下了 所以其实我们修习法门 不一定要多 你看有些人 一辈子修了很多东西 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来 什么都没有 拜餐的时候 他也去拜餐 做一功他也去 修了一辈子 他的心中 全部是妄想跟执着 佛法对他来说 叫做结言 有些人一辈子就做一件事情 我这一辈子 我就是不打妄语 我把口业守好 就是 他把它当一回事 所以这也是种善根 所以 诸位 就是说 你今天 就是说 这个法 有没有在我心中落下根 是你决定的 你把它当一回事 这个法就住下来了 你不把它当一回事 你这一辈子 把佛法 就是什么都学过了 你就是 还是忘想颠倒 就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 那修皈依 就是这样子 就是心态很重要 你把佛法当作哲理来研究 跟把它当作一种宗教 一种皈依式的修学 那就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看你了 看你的心态了 好 下一段 一 请师父慈悲 再次说明 在草木的生长过程中 与水及大地的相互关系 好 这也是一般性的问题 这个药草一品 讲两件事 一个叫做滋润 一个叫做生长 以水跟草木叫做滋润 就是以水一下 草木得到滋润 那么草木得到滋润以后 当然就是什么样呢 各自生长 无差额差 草 它吸收的水少 它就长出 它草的 草的这一部分 树 它吸收的水多 它长出的水果 那么 以水跟草木 它是一种 所要表达是一种 权法 五正的因果 各自有各自的 善根的增长 那么 草木跟大地的关系 就不一样了 草木跟大地的关系 他一直叫做差而无差 就是 大地是平等 那 每一个人的根 那么 跟大地的结合是 对于大地来说 它是平等 所以 以水跟草木 是一种 权法的增上 草木跟大地 强调是一种 真乳的安住 就这样子 那么 我们一般只看到的 草木的生长 我们看不到 这个真乳的安住 这一块 因为真乳的安住 是在大地以内 所以 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 比方说 这个草木的生长 跟大地的安住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你布施 布施是一个伐水 是一个遗水 对不对 你做布施的时候 你做义工的时候 你 受到布施的法的滋润 你来生 会得到 富贵的果报 我们一般是这样解读嘛 但是你可曾想过 当这个布施的法 在你心中 运转的时候 如是相 如是信 如是体 如是力 如是做 如是因言果报 这个布施为法界 一切法界布施 这个布施的法 它是在你内心转动 就是说 你知道你这个富贵果报 是怎么来的吗 你不知道 你以为是布施给你的 错 这个布施 其实某种程度 已经在启动你自信的功德 就是说 布施为相 带动布施的心 带动成就布施的字体 产生布施的潜在的功能 而成就布施的因地 而有各式的因言 最后有布施的结果 最后回归信心 如是品 本末就经等 其实你在布施 你同时也跟真如本心在互动 真如本心就是你要不断地互动 真如内心 你因为动它 这个真如就更有活力 所以 我们表面上看到的素 产生的水果 但是你看不到 这个布施 跟你的自信是怎么互动的 这只有佛陀知道 这样懂吗 就是说 佛陀表面上 试色布施的法 你以为说你布施要拯救富贵 其实布施 是拉近你跟真如的距离 更重要是这一点 从佛陀的眼光 他要的是这一块 当然你如果更修理观 它更快 效果更好 你不修理观也可以 佛陀说 你自己不知道 但是不知道你的布施 在你的心中印转的时候 其实你的内心跟真如 更接近 所以每一个法都是全食不饿 在我们来看 好像是全法 在佛陀来看 你全法得到你要的 但是你的真如也在真上 当然 当然 这个法在你的心中 有落下更深的力量 就看你自己 有没有产生一种 归一观照发愿 这个就是关键的 你自己心态的准备 也是一个因素 好 我们看下一个 这个是一个核心问题 我们会深度的讨论 二 药草育品的核心理念是全食不饿 但作为末法时代的凡夫 我们对佛法与肉的需求具有多元化的倾向 虽然内心仰慕成为大树 但是浴室 逢源还是容易落入小树 中潮乃是小潮的心量 因为虽然有了一定的性结 但是修正上还差得很远 请示师父 一 平时如何了解自己 认识自己 二 学习了法华经 如何做到 把内心的菩提愿情稳定 维持在大树的水准 那么这个是从药草一柄的全食不饿的概念 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 我们平时如何了解自己 认识自己 我们一般人 很容易了解别人 对不对 你把你周遭的人的个性都抓得清清楚楚 结果你不了解你自己 因为你很早去静坐观心 你很早观察你自己 其实你不断地去静坐 观察你的内心活动 你会发觉你的内心 它有一个趋势 每一个人的内心的活动 它有一个诡则的 就是说你只要看多年 你看我昨天做什么 今天做什么 我遇到这件事情 我怎么怀疑 我跟他遇到这个人 怎么怀疑 你把你自己的内心活动 花一条曲线 你发觉你的内心 是有一定的诡犯的 你内心有章法 那么我们内心的活动的诡犯 佛头分成三类 第一个 你特别喜欢追求安乐 这第一个 这世间的荣华互贵 健康长手 你特别在意 我们先不讲对错了 就是你的阴言就这样子 第一个追求安乐 第二个 有些人觉得快乐对我来说 没关系 我要的是寂静 他喜欢寂静 因为他认为快乐 你别怕掌控 快乐一下变成痛苦 快乐跟痛苦 这两个是姐妹 你要快乐 你就得概括他的痛苦 所以有些人 他的智慧高一点 他那我也不 快乐我也不要 我痛苦也不要 我追求寂静 第三个 最求功德 他为了功德 菩萨为了成就功德 他什么都不怕 佛头说那种六牙白相 你用什么剑去射他 菩萨为了广度众生 他跳入生死大海 七公雷雷 他无所畏惧 他为了成就功德 他什么都不怕 当然这个我们一般 我们一般也不是绝对的 你说种性 就是凡乎我看 大部分都是不决定 也追求快乐 也追求寂静 也追求功德 那当然这个比例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了解自己呢 你才有办法引导你自己 诸位 我们因为生长在一个没有佛头的时代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你生长在佛室 你不必了解自己 你就整天过一天过一天 你时间到了 佛头会把你叫过来 告诉你你怎么怎么做 你只要依教奉行就好了 以下可好了 佛头不在了 所以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整天就是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就是大家有药就乱吃了 那问题是 你的时间不多 我的时间也不多 大时间都不多 从往生的角度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在死亡到来之前 把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 心求极乐 这个树 你要往极乐方向 倾倒 这不是嘴巴讲 那现在问题来就是说 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四十八院 讲到很多极乐世界 欲证庄严 你要找出能够引导你 你自己 就是说 你现在为自己开药了 你现在不是等着佛头来开导你 咱们现在没有穷子的信印 穷子一天到晚 在那个街头向尾佛头把他带过来 佛头他有方便力 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正常在佛室 就是说 依报庄严 宫殿夺格 这个大地庄严 流利地 空中庄严 空中 以天曼陀的话各种香气 哪一个更能够激发你对极乐世界的号要 正报庄严 身体健康很重要 有些人说身体健康健康 别说我要身相庄严 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我跟佛头一样的庄严 有些人说 神都很重要 我不能老困在一个地方 我等要供养他方十方一方 到其他诸佛世界看看 没关系 就是说 你必须要找到 你相应的法门 来引导你 心求极乐 你不是把阿弥陀金读完了就算了 净土中你要心求极乐 佛头讲这么法的目的是要你心求 那怎么寻求 就是契机嘛 你的心中 自己要画出一套极乐世界的蓝图 而这个蓝图那次 会让你很想要去 而且是一定要去 就是为什么你要了解你自己 如果极乐世界 激发不了你的兴趣 那你就去不了了 那你只会练佛了 就是你会练佛 不会往生的 这问题在这 这个了解自己有没有问题 因为你生长在 我们生长在 没有佛头出世的时代 所以 我们不得不为自己开药房 就是你自己要为自己配药 就是 什么样的法会让你 心求极乐 什么样的法会让你 艳离娑婆 娑婆世界也是这个道理 娑婆世界有很多很多的过世 哪一个过世会让你觉得 内心会痛的 生老病死 或者三恶道的痛苦 或者各式各样的痛苦 爱别离苦 得到以后失去的痛苦 就是说 艳离娑婆心求极乐 佛头讲了很多很多 但是你的心有 你的心量有限 你记得 你能够记住的有限 你怎么样能够在佛头 讲了这么多法中 配出你的 相应的 会让你 艳离娑婆的 向你心求极乐的法 让你不断地思维 而达到 艳离娑婆心求极乐的效果 这个只有你自己可以做 现在所有的法师 只能讲 通图性的佛法 你要遇到佛陀 佛头讲法华经 佛以 法华经例外 法华经是显入所的 法华经以外的那些 阿罕方等波磊 佛头一一的说法 众生 谁的各得起 佛头讲 阿弥陀经 你会听到你最相应的 极乐世界的一正状元 但是现在 我总不在了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讲 通图性的佛法 那么个人性的佛法 就靠你自己了 靠你自己了 是这样子 就是为什么要了解自己 好 有没有问题 我解释第二题 第二题 菩提宴的问题 这个菩提宴 我刚刚解释认识自己 第二个是 我们如何把内心的菩提宴 稳定地维持在大树的水准 菩提宴是来自于智慧的支持 其实你说发宴跟智慧啊 是两回事 其实是一回事 你没有那个智慧 你那个愿发不出来的 我不骗你啊 你没有写法花经 你愿发得出来吗 你不可能嘛 你通达整个生命的真相 你才会发生内心的发愿嘛 所以这个愿意要不对 你就是不断的要学习大圣经典 不断的 不断的欣习大圣佛法的智慧 增长你的智慧的观照 信解 然后才观照 观照 从而发愿 你老是不学大圣经典 你也不听经 你只知道世修 你只是 拜佛 好好练练佛 你整天都不听闻佛法 你的愿就慢慢慢慢的退失掉 你都不知道 你的程度一直在降低 我们现在是会退转的 死心位的菩萨是进进退退的 保持不退只有一个方法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让你自己进步 没有其他方法 生命没有保持原状这个东西 我们的心是动态的 畅流畅流生命 所以我们的生命要么进步 要么退步了 不可能说你今天跟昨天完全一样 没有这回事 所以 哪怕是进步一点点都没关系 其实很多菩萨不听经 这个是很吃亏的 你不听经 你怎么保持你的关照呢 你的关照是怎么保持呢 你一天到晚 你一天所接触的六根六成 没有一个东西会增长你智慧的 没有 你知道我靠生命的经验增长智慧 你生命也会让你增长智慧 佛头就不用出事了 你懂吗 不用出事了 生命的经验只会增加你的妄想 增长智慧只有一个方法 跟佛陀跟法学习 没有 没有 没有例外 除了你是辟师佛 辟师佛他不是叫成佛 他是辟师佛他过去这也是学过佛法 所以 保持大树的水平 你就是要不断的吸收法水 就这样子 好 下一题 三 性结品和药草育品的差别 是否可以理解为 别武师和通武师的差别 剑士和原顿的差别 是的 性结品啊 他是比较偏动根的 就是这个法则特别重的 所以他一定要赤地 仙草肾所在掌管教务 在掌者副产 他是从事修而去向理官的 所以这个性结品强调别武师是对的 那么药草育品 他强调佛法的严重性 所以他理官事修可以互相的交互作用 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 你学完法划经 你就知道怎么样能够安住大地 那么 法划经是个大地 五称的教法就是草木 那么你今天学法划经以后 你在操作五称的时候 你以大地为主 安住一念心形 那么在全法的对峙 你可以根据药草肌来对峙烦恼 你可以根据药等时 药等时进入宗水药等时 你可以根据药等时来义佛念佛 不障碍的 就是说 你安住大地的人 你随时 我现在需要变成小草 来调伏烦恼 你就变成小草 我今天可能会变成大树 我要义佛念佛 小树 义佛念佛 就是说 当我们能够 进入药草育品的理事无外 你理官强的人 你就不一定要说 先阿涵 再方等 再波雷 不一定 你这两个可以同时操作 你今天操作阿涵 来修试念处 调伏烦恼 你明天 修方等时 亦佛念佛 可以的 这个法门 你就可以怎么样 互寒互射 站在一念心性的角度 来调伏跟引导 所以到了好花会上的时候 强调严容性 就是法法之间可以互相支柱 互相作用的 就不一定要说 一定要怎么样 你看有些人 他的确要先学文士 再学愣眼睛 他要把这个文士学的这种 心事的活动 学完以后 才能进入真诺 但是有些人他一真误一通达以后 他就学其他的地方 他可以互寒互射 互寒互射 这个法门之间他操作 就是不一定要是 他只要是相应 他就可以拿过来用 就是说 你要先找到大地很重要 你找不到大地 那你麻烦就大了 你一个草 你就是草 你不可能把草变成树 不可能 你法法之间的融通 对你来说 法就没有融通性的 你掌握的大地 你可以变成一只草 你也可以变成一棵树 可以 当你现在需要草的营养的时候 你可以 不变而随也 变成草 你也可以随时回归大地 从大地变成一个树 所以 次第修 严顿修的关键就是 你是不是找到了大地 这个是成败的关键 下一集 下一集是核心问题 我们先练过一遍 再做休息 是生命的增上 只能在来生才能实现吗 为什么今生业力的消除 烦恼的减少 命运的改变都不明显 好 我们休息 一下子再来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